各位記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萊佩霞 今天在這裡正式告訴大家 我接受郭台銘先生的邀請 搭檔參選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 我相信朋友看到我站在這裡 眼睛瞪得比嘴巴大 心裡想 萊佩霞 你搞什麼鬼 名料這麼低 淌什麼渾水 也不會自己想一想 我的答案是 沒辦法 我心裡面就是有一個聲音 君子有成人之美 只要我認定是對的 而且我也幫得上忙的 我就會全力以赴 絕不放手 接下來朋友一定會問我說 為什麼 我有一群當初跟郭董 一起創業的老朋友 私下談起 他們都會說 他是個有情有義 有情有義 秀情的人 只要跟他一起打拚過的員工 無論是學歷高低 都會得到最好的照顧 跟郭董 跟憂貨的待遇 他還曾經跟我說過 大家看到的 只是郭董他霸氣的一面 事實上 為了公司的生存 他的身段比誰都還柔軟 據說有一次 為了拿訂單 中秋送禮 他頂著大雨 站在人家門口等了一整天 對方就是不開門 一直等到晚上 業主的太太實在看不下去了 才請她進去 為了公司的業務 他就是不放棄 他的真誠 他的毅力 最終感動了業主 這就是郭台銘 拼搏的精神 所以也難怪競爭對手 講起他不免牙癢癢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 不輕易放棄的人 另外一個 比較是我個人的因素 從2016年 一利一休政策 開始實施 我看到原本生意興隆的老店 鐵門一家一家拉下 門口一張張剝落的休業公告 一封封沒有拆封的信 灑落一地 原本熱熱鬧鬧的街道 轉眼變成了無人打理的空巷 看著那些老老闆 紅著眼眶 滿心愧疚地請求老員工們的諒解 那一幕在我心裡念念不忘 一個沒有經過跟老百姓討論的政策 所引發的骨牌效應 不是我們一般外行人能夠想像的 我們需要有專業素養 有實務經驗的人來制定對的政策 四十年來 我投入大量的心血在研究心理學 我知道為了身心健康 我必須要關心台灣的經濟 經濟一旦下滑 人的精神就會受到影響 接著可能就是家庭破碎 甚至於一蹶不振 現在我們在網上看到的那些 滿街遊民的場景 是我們的借鏡 絕對不能讓它發生在台灣 有一次碰到瑞士銀行的一個高階主管 我憂心忡忡的問他 我說你看台灣的經濟怎麼樣 他說 放心 當年韓戰越戰後 美國經濟起飛 台灣賺到了 日本經濟起飛 台灣賺到了 大陸經濟起飛 台灣也賺到了 台灣其實很有錢 只是都把錢放在國外 主要是因為兩岸不穩定的局勢 讓他們不願意冒險 大家所謂看到的這些外資 大部分都是台灣人的錢 可惜他們願意投資股票 卻不想把錢留下來做長期的建設 一有風吹草動 馬上撤資 聽了 我一則以喜 因為台灣人有錢 一則以憂 這叫那些不懂金融操作的年輕人 何去何從 那些不想做高風險投資 只想過穩定生活的年輕人 如何提升自我價值 沒有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要他們如何想像未來 如何規劃人生 我多麼希望 這些外地的錢可以回流 只有經濟穩定 年輕人才敢去想像自己成家立業 結婚生子 做父母的 也有機會享受寒衣弄孫的快樂 相信 我們都還記得之前柬埔賽的事件 那絕對是每一個做父母親的夢魅 因為經濟環境不佳 我們無能為力把孩子留在身邊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骨肉在外面受欺負 我們不能再讓這樣事情發生 也不能只是嘴巴說說而已 除了擬定振興經濟計畫 還要有徹底執行的能力 在需要的時候更要大膽改變 不退縮 我在這裡很請郭董 你已經不是鴻海的董事長 請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競爭對手 喝喝咖啡 請那些海外事業有成的企業家 一起回來台灣擰定對的政策 吸引台商回來投資 跟流台灣 同時也讓那些目前在海外打拼的台商 相信政府是會成為他們堅定的後盾 還有 請你去爭取一些好的國際項目來台灣 希望用你五十年經商的成功經驗 幫助台灣人 年輕人 立足台灣 放眼天下 看來 你奶茶要多喝好幾杯 接著 朋友可能會問 賴佩霞 你能做什麼 自從聽到郭董的邀請 我開始上網搜尋 我真的很難想像 怎麼會有人這麼不討喜 明明善良 決定聰明 能幹 有實力 又有錢 怎麼會把自己弄成 民調那麼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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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這個我們以後再說 好 我的專長是溝通協調 除了偶爾演戲 過去三十年 我都在念書同時研究心理學 我拿了博士專攻領導力 過去幾年也在哈佛干乃迪大學 法學院 醫學院 商學院學習 這一些專業 都是我未來可以貢獻的 所以接下來 首先我要做的是 跟內部溝通 因為他們非常辛苦 跟媒體溝通 就是你們 謝謝你們 然後跟在野黨溝通 而最最重要的是 要跟全國的民眾溝通 兩岸和平 經濟繁榮 放野天下 絕對清廉 是郭董非常有把握的政見 身為副手 我的任務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願 也希望除了霸氣總裁 大家還能夠認識到他 有情有義 先忍不拔 排除萬難的這一面 同時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會把政見做更清楚的說明 我們都知道 接下來無論任何人執政 未來四年都會是一條非常艱辛的道路 只要大家希望看到在野合作 郭董就會繼續帶著團隊 朝那個方向前進 最後 我要說 好多年前因為拍戲 遇到一個剛從歐洲念完碩士回來的年輕女導演 我們聊起了他的父親 他語帶哽咽說 他已經三四年沒有回家 跟父親完全都沒有聯絡 原來當年太陽花運動 由於自己太過熱衷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 跟父親起了嚴重的口角 衝突 父親突然 當著大家的面 狠狠地給了他一個耳光 叫他滾 他氣憤難平 臨走前也脫口說了一些 難以收回的話 因為他無法相信 那個從小把他當作掌上明珠 一向最寵他最愛他的父親 竟然會動手打他 內積耳光就此拆散了一個家庭 幾十年的幸福 他傷心欲絕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要一到選舉 這一類的事情還真的不少 像是群租裡面 可能因為的支持的候選人不一樣 就彼此放話攻擊 最後連朋友都做不成 真的沒有那個必要 我要說的是 親情友情愛情 經營任何一段感情都不容易 哈佛有一項研究顯示 仁陽佛的健康快樂 最重要的就是人際關係的經營 選舉是一時的 為了選舉把一段關係給搞砸 一點都不值得 外國朋友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但我更想說 台灣最美的 其實是 人情味 我們堅信 只要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一定可以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台灣 畢竟 你我都深愛這塊土地 當然也要愛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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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賴佩甲女士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 兩位再度走到舞台的正中間 再度走到舞台的正中間 我們繼續走到舞台上 wir可以走到舞台後 我們下期待